电影《拆弹专家2》5月8日晚上在香港尖杀队举行杀青宴 除了导演邱礼涛,两大主演刘德华,刘青云,以及一众配角吴卓熙,黄德斌,还有洪天明,蔡汉逸等都有出席 这是刘德华刘青云相隔17年后再度合作 不知道拍完了整部戏之后,大家对彼此的感觉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我对了,我对青云的感觉就好像,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认同 我不知道,其实我们接触的机会不是那么多 但是找他演戏是我一直都希望有的 这一次我跟大家去研究之后 我觉得这一次要找一个人来分担一下我的 我的辛苦了,那我就想到,嗯,刘青云应该来 然后没想到就一拍,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昨天的事 我们其实这个戏是很,警匪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悲剧吧 可是我们拍的时候,过程是挺顺利,挺愉快的 也没想到能那么顺利,那么那么快的把戏拍,那么中间很多巴佛的戏啊 只是有,要铺杂的产品一些很多啊,真的没想到能那么顺利 就啊,对啊,昨天还在想什么时候拍完,昨天就拍完了 如果真的像二位说的那么顺利,那只能说这部电影的准备工作 以及导演在现场的指挥都达到顶级水平 不过毕竟拆弹二是一部火爆的动作大片 难道真的一点难度都没有吗 最大的是,以前可能拍爆炸的时候 我们会真正的在爆炸里面 现在要假装自己在里面 然后在后期才知道 所以那种恐惧或者是真的要演出来 我觉得演爆破的恐惧,比演我这个戏更难 还好,因为文化的时间没有那么热 对,结几天快就很辛苦一点 文化的时间也还好,没太辛苦 我是觉得我宁可穿这一种 也不愿意去占个头套 另外,提到刘青云被网友选为香港演艺圈最专一的男性 不知道他有何感觉呢 对不起,这个我不回应了 谢谢大家 站在刘天王旁边认自己专一还真的有点骄傲 不过刘青云笑得那么灿烂 已经告诉大家他对这个称号有什么感受了 母方全美,香港报道